熬过迪丽热巴 宋雨琪 卑鄙怎么也没想到会败在白露手里 在往期的跑男 卑鄙每一期都是当之无愧的团宠 除了邓超 陈赫格外谦让 郑凯 歌手化身 贴身骑士 甚至每次做任务 观众都格外偏爱 不管怎样都想要他赢 但白露出现后 镜头和偏爱都发生了转移 2021年 白露穿着东北大花袄 以飞行嘉宾的身份登上了跑男 节目中他做起游戏 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女明星 圣满的样子不仅引得李晨连连鼓掌 毫无包袱的小牛式爆笑 更是让跑男喜提热搜 那一期他成了最大的看点 之后便有人表示 白露出现后 跑男终于又变得好笑了 看着收视率飙升 导演看到了他身上的商业价值 火速和他签订了合约 让白露成为了常驻嘉宾 自此他不但走上了顶流之路 更是成了收视担当 做游戏时十分拼命 开上挖掘机 直接打败了对面的男艺人 吃西瓜变成榨汁金也要赢 为了挑战 不顾形象网罪里塞十四个口哨 追完差点晕倒 除此之外 白露在语言方面更是顶级历界 一口陕西方言 直接无缝融入当地 节目里无不充斥着他魔性的笑声 这大概就是他备受观众喜欢的原因 除此之外 他魔性的笑声也充斥在各大剧组 从肖战 任佳伦 到张若云 无意不被他的大笑带偏 虽然日常搞笑 但白露的业务水平却丝毫不弱 周深如故里哭得清惊报己 虐得观众不敢看第二遍 挑战一秒落泪 更是毫无压力 这么全能又搞笑的白孟严 怎么会不爱 把关晓彤当垫脚时的不止刘浩全 还有白露 2017年凤球黄开播 关晓彤从服饰到缝纫机同款发行 每一个都成了槽点 被观众喷得体无万夫 而此时 站在他身后的女儿白露 则坐收了余力 白露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不管是英姿下手的女将军 还是五妹妖柔的小妾 都让他出演的入目三分 飞壳般出身的他 狠狠地圈了一波粉 而老板余正为了让他更出彩 踩着关晓彤给他加戏粉 以至于一集40分钟的剧集 他一人就出现了30分钟 作为女医的关晓彤 仅仅只有5分钟 此时 关晓彤的粉丝哪里还能坐住 但网上掀起了一阵抵制白露的热潮 可谁知 这时余正跑的粉丝群回复 就算你们击聚 最后的收视率 还是要男女主背锅 这番有恃无恐的发言 更加激起粉丝的不满 但也让网友怀疑起白露的身份 明明是中专毕业 为何会得到女症的枪篷 山巴才发现 白露其实家境一般 在初中时有一个女团梦 曾想去到韩国当练习生 但是因为唱跳一般 连第一轮都没过 这时的白露也因为此前过于沉迷 荒废了学业 只能上个中专 但白露并不甘心于此 自小她的样貌就是学校的佼佼者 大学期间便兼职做起了模特 最后又被猫的树挖掘拍微电影 其中青春可爱的形象 吸引了愚正的注意 她接触后发现白露不仅天赋高 而且十分刻苦 于是就把大把的女主剧本砸上她 但光是这些还不够 愚正深知 一个新人想要出头 一定要有噱头 于是关小彤就成了白露成名路上的 第一块电脚石 首抠徐凯披风 到底是小军令打闹 还是白露的特殊癖好 2019年一段偷拍视频 把白露和徐凯送上热搜 当时两人正在拍摄烈火军校 平常休息时 只见白露先是把手放在了徐凯的屁股上 随后不顾对方的闪躲 直接把手伸下了更加私密的地方 看完这段视频 网友纷纷不解 难道是因为扮男装 白露就忘记了是女人的身份 但这时却有知情人爆料 两人在拍摄扶摇期间就举止亲密 完全就是小情侣行为 但这一切仅仅只是猜测 可随后另一个神秘网友的出现 让网友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去 2018年白露曾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高跟鞋的照片 而此时一位网友跳出来 说照片里那是徐凯的创单 创单还是自己买的 而后这位网友的身份便随之曝光 他就是徐凯的前女友大金 他不断揭露了这段旧事 还爆出徐凯并不是表面的拼拼公子 不仅劈腿还会家暴 随后公司火速出来回应 大金的话也被认证为乱编的家料 但还是没说服先入为主的网友 在两人的评论区狂轰乱炸 此时一向互断的鱼妈终于坐不住了 发文维护白露 还表示两人之后会有更多的合作 这一行为无疑向徐凯的粉丝宣战 其实当初鱼正也是有意把徐凯捧成当红男音人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先保下一个 徐凯则称为他斟酌后的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